第四集 寶可夢 第四集 寶可夢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Pokemogo 精靈寶可夢 GO 今天呢 這禮拜周末 我回去跟親戚朋友 叔叔阿姨 那個 一起吃飯 結果大家都在玩寶可夢 可是我發現 他們其實不是很會玩寶可夢 他們甚至連 神奇寶貝是什麼東西 都不是很清楚 就跟著大家一起玩了 所以這支影片就是要教 那些 我們的 敬愛的長輩們 教他們怎麼玩那個神奇寶貝 如果你看到這支影片 麻煩你 推薦給你的我們敬愛的長輩 讓他看一下這支影片 讓他們會玩一下 我這邊就提供三點 一定要會 保證要會 而且那些敬愛的長輩們 可能遺忘掉的東西 很基本 可是很重要 第一個 就是 你的神奇寶貝 不是關AR 對不起 那個長輩們很喜歡用AR玩 我也沒有很反對 因為我覺得AR很好玩 你看人家晃來晃去很好玩 是 可是 他們超過八級了 有得 有得 神奇寶貝吃美果嗎 超過十二級了 有得 神奇寶貝 換球嗎 遇到不好抓的怪 你要教他說 可以換球喔 可以等下吃美果喔 記得要教他們 如果長輩你自己親自在看影片 記得 遇到不好抓的 神奇寶貝 記得要換球喔 記得 這是第一點 我剛剛有說三點嘛 第二點就是 記得 神奇寶貝是可以交易 欸不是交易啊 神奇寶貝是可以回收的 假設我 嗯 我有 欸我好像很多這個 欸這個 這隻蟲 我有很多蟲 那我不想要他了 因為我可能再抓下去 就250隻 背包 神奇寶貝就塞滿我整個背包 就 抓不了神奇寶貝了 我有很多蟲 或是有一個 蛹 蛹我太多了不要了 那我們就回收 這一個 這一件 再按一次 這一件 可以回收 我從頭按一次 先按神奇寶貝球 再按我們的 那個皮卡啾 皮卡啾 選 你 已經覺得 欸這隻不強 怎麼看他強不強 CP叫做 綜合戰力 綜合戰力 比較低的 你就覺得 嗯他好像沒這麼強 你就可以把他 嗯大概賣掉一下 然後就這個 按一下這裡 再按一次 然後按這個 按YES 他就會 送一顆糖果 一個神奇寶貝 送一顆糖果 糖果有什麼用 你可能 那些秀說我都不知道糖果要幹嘛 拿 拿了很多糖果 糖果可以進化 記得 進化也可以拿到神奇寶貝 他可以拿到不一樣的 就是這一隻進化之後 會變成這一隻 你可能沒有拿過這一隻 所以你就去進化 把這一隻進化一下 這個進化要12個 這個再進化之後 還可以再進化 再50個就可以進化 所以 有些長者可能會問說 那我抓神奇寶貝 抓到重複的要不要抓 要 當然要抓 為了糖果 記得 有糖果要去進化 這是第二點 記得告訴你家中長輩 該進化囉 不是叫他們進化 是神奇寶貝 該進化囉 神奇寶貝 可以進化 第三點 也是很重要一點 告訴他們 有蛋可以孵 有蛋可以孵 那個 如果長輩們你們在看這隻影片 那個有蛋可以孵喔 你點隨便一顆蛋 然後按一下這一顆 開始孵蛋這個按鈕 你就可以選擇孵蛋器 我目前有三個孵蛋器 就是可以孵三顆蛋 有兩個就是孵兩個 有一個 就是可以孵一顆蛋 那要怎麼孵蛋 就是去走路 只要走五公里 走十公里 走兩公里 就可以把蛋孵出來 看它上面寫幾公里 就可以孵出來了 怎麼樣走 就是開著這個 呃...Pokemode Pokemode GO的城市 然後在 太陽底下走 然後 GBS就會計算你 欸 走了多久 然後 走到五公里 就可以孵出這一顆蛋 像我這個有五公里 五公里 十公里 就是走五公里 和走十公里 就可以把蛋孵出來囉 記得 重要的這三點 吃莓果 糖果可以進化 要孵蛋喔 這樣 就可以抓到更多神奇寶貝 抓得更為順利 也請麻煩看影片的各位 你們 告訴你家中的長輩 關心你家中的長輩 告訴他們 怎麼抓寶可夢 怎麼抓寶可夢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是這麼簡單 你 有關心你家中的長輩嗎 記得 關心他們一下吧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